即是神會揀選你做一件你很不想做的事 或者是你是很弱的事 OK,其實在聖經裡面有一個例子 就是神揀選了祂不祭祀的 不過最後祭祀的,那個是誰呢? 舊弱,約拿書 約拿先知是不祭祀的,不肯的 不過最後神就感動祂以至祂肯 其實神是傳第一個訊息 其實以色列人是不肯揚述外邦人的 以色列人是很不喜歡外邦人所做的事 所以他們都很難去祝福外邦人的 神揀選一個人,他就會放這個想法在那個人裏面 應該是這樣說的 但是那個人可能發現自己有某一個想法 但他不知道是從神而來的 可能他不知道的,這樣吧 一方面就是神會放了一個想法在人的心裏面 就是神呼召人的時候,祂負責感動我們去做 就是祂會做這個工作的 神是有這個感動人,改變人生命的能力的 就好像耶穌去呼召門徒,祂就這樣說 來跟從我,他們就放下 馬太放下祂的稅關那些錢,就跟著祂走路 這個就是神那種運行,神的靈的運行 很可惜就是馬太沒有形容到祂當時發生什麼事 耶穌叫祂呼召跟從我,祂就馬上就跟從 到底祂內心發生什麼事 我們知道就更加會好 但是我們就不知道 但是我們自己本身可以經歷到的 神真的會感動我們,神會給力量感動我們 不過同時我也說另一個事實就是 有很多人得到神的呼召 但是它是後來是 有很多原因的 有些呼召了而不聽話 有些是呼召了之後 進入了這個計劃之後 但是就犯罪以至失去了這個計劃 也有很多牧師 傳道 是侍奉神 但是怎知道後來就很軟弱犯了很大的罪 除了以至是 有些回不回頭的 有些回不回頭的 就是失去了那個機會 再沒有機會再去本來神想祂做的事 人是會做不到神呼召祂的事 都可以發生的 所以人本身也是有祂的責任 我回來了 然後我回來了 你回來了 誰來彈幫你 這次是不是 你回來了 從我回來了 你要不來 該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